大国国会众议员卡斯拉弗和隆基谷以及参议员平达、卫生部长办公室主任奥吉亚等一行四个人,今天下午四点半钟,由外交部欧洲市市长陈泽华陪同前往行动院拜会了严副总统。 这四位大国的正常人物是在上个月26号来到我国的,他们要预订访问到本月4号为止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